福建漳州领导慰问中国女排 女排新队长呼之欲出 北京时间5月5日消息 据张市新闻报道 福建漳州市的有关领导 于今天上午赴漳州体育训练基地看望慰问正在此进行 封闭集训的中国女排 漳州市委书记张国旺 代表漳州人民欢迎中国女排 再次来到漳州集训 向姑娘们送上来自娘家人的问候和祝福 现场视频显示 中国女排在列队欢迎漳州市领导历临时 复工袁新月站在了球队右侧的排头位置 与身旁的自由人许佳南形成了明显的身高差 这一细节透露出 袁新月极有可能成为新一届中国女排的队长 目前中国女排正在张州风训 备战月底揭幕的2022年国家联赛 入选新一届国家队的20名选手中只有丁霞 袁新月和龚翔宇三名奥运冠军 正值当打之年的袁新月 是三人中最早代表中国女排征战世界三大赛的 而且他的比赛气质出众 性格比较活泼 在场上具有较强带动性 作为副攻守 袁新月在后排会被自由人换下 受位置限制 他不会一直留在场上 但综合考虑年龄 资历和球场带动性等因素 在目前这只中国女排中 袁新月是比较适合的队长人选 唯一是三名奥运军 通知公司 谢谢观看